腰腰上的认证 接下士林儿少节目认证书 除了代表一种肯定也是使命 大一台在七岁与十岁以上 分别有三部节目获得认证 十三岁以上则有 远梦新舞台及热青年等四项获选 很多的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些主角 有些人都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教材了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节目 能够让更多的人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一般的社会的大众 不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克服自己的障碍的 今年也将市林年龄细分成五项 希望能让年龄分层更明确 而评讯委员也发现 五岁以上节目出现断层 缺少台湾本土自制节目的问题 台湾的媒体在这个年龄层都关注 因为这个年龄层主要的节目都是外置的 都是进口的节目 本土的在五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层节目 相对来讲是少了一点 电视节目是儿童普遍接触的休闲 如何开创更多优质的儿哨节目 将知识与预教做结合 让儿哨能透过这些节目学习成长 是政府与媒体要共同努力的目标 带来新闻范秀宇巡航台北报导 期待下场 期待 节目看到新闻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